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姨沫 我们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 我 再也不想见到你 别来瞅我 姨沫 姨沫 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算你要跟我结束 我可以接受 但我请你告诉我 到底为什么 我不相信你会喜欢那个孙准 为什么不相信 他不够优秀吗 因为你不是看上谁优秀 就会喜欢的人 你是那个 就算不知道回来去世谁 还会默默等他三年的那个愤怒的小鸟 那是以前 那是以前 以前的夏姨沫 除了幻想什么都不会 但现在的夏姨沫 她离开那个温床一样的家 回到了自己的地盘 在她的地盘 她必须得自己做选择 你又懂什么 你的自信让我觉得好好笑 好 我告诉你 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都不会跟你结束的 你听见了吗 我不懂你 也不答应 这是我的决定 你接不接受 答不答应 这都是我的决定 从现在开始 你不要再来找我 你不要再来干扰我的家人 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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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真行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忘记你答应我的事情吗 我和何安已经没有关系了 那你在这里干什么 你刚才又在干什么 夏姨沫 你给我听好了 要不是当初你说你会跟何安分手 我根本就不会跟你合作 跟我合作有错吗 好 月朵好了对你也有利啊 难道我是为了保住我自己吗 收起你那套 就算没用 我一样可以保护月朵 既然你已经答应了离开何安 那何安就说 你别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我根本不吃这一套 还有 你别做那些下贱的事情 让我瞧不起你 是你 你怎么在这儿 我就在这小区 这么巧 把韩擦一下吧 不知道的人 还有你哭了 谢谢 突然这么沉默 我都觉得怪怪的 谢谢你 谢什么 不管是什么 你为我 为月读做的一切一切 我应该好好谢谢你 你是想说 我愿意跟你假装情侣的事情吗 相爱的人 不会因为一句分手就结束 更不会因为一个借口 就忘了对方 你想说什么 我听说何安就在这小区 你有见过他吗 怎么了 我干嘛要见他 当我们犹豫不决 不知如何抉择的时候 只有一个办法 能够把复杂的局面变得简单 那就是 听从自己的内心 不要 건 只剩何安惹着他了唄 根本不关何安的事 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你说话 你不说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 我就不喜欢这女人哭哭啼啼的 都是夏乙沫 夏乙沫 那丫头怎么了 他勾引何安 我去送饭的时候 夏姨沫抱着何安 他们在哪儿 我 我都不好意思说出口 羞死人了 他们也太过分了 何安 你胆子也太大了 阿姨 都说不是何安了 是夏姨沫勾引的他 你是不知道夏姨沫多有手段 他是有手段 那你呢 你就值得哭 我能干什么呀 我只能忍着呗 我要是能有他那么有手段 就好了 这什么人啊 那夏姨沫能上何安那儿去搞个位子 你也能 我给你撑腰 这是何安那儿的钥匙 从今天开始 你就到他那儿自由出入 我倒要看他那个夏姨沫 到底脸皮有多厚 你就不信任 她都给你 我再想知道 有两个人 小在那儿 我找到那儿 二十多 三十多 二十多 二十多 封面 两十二 大 二十多 三十多 二十多 三十多 二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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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元宝 你怎么在这儿啊 胡关宝 你不是去海南了吗 你跑这儿来了 我早就回来了 这不刚搬过来吗 那个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不会是我找的宝洁吧 你不会是我找的宝洁吧 什么宝洁啊 我就住这儿 这是我家 这 这不是三单元啊 这是二单元啊 我的姑奶奶 你看我这脑子可能 最近真是有毛病 我真得去医院看看了 我老做错事 不好意思啊 回头见了 回头见了 你装我干嘛 云宝 你还是像原来这么可爱 真没想到在这儿能碰到你 老朋友相见了 总得进来喝杯茶吧 有请了 金元宝小姐 愣着干什么呀 我还能吃了你啊 我开玩笑 我怕你干嘛呀 我这 随便坐啊 家里特别乱啊 我刚叫了一个保洁阿姨过来 一会儿就到了 云宝小姐 待会儿啊 你得发挥你的精明 好好地帮我看管一下 这个保洁的阿姨 据说啊 他们都特别地狡猾 光拖时间不好好干活 是 都 都爱拖时间 这房子这么大就你一人住啊 大吗 我还嫌小了呢 过完年我的别墅就装修好了 啊 你还买别墅啊 我说小姐 你不能拿老眼光看人吧 坐呀 愣着干什么呀 来 走这 小萍啊 我讨厌 怎么 还不好意思啊 想当年 要不是你跟那个城里人跑了 咱们俩现在孩子都一大堆了呢 小萍啊 你去肉麻 你还是这样 凶残中带点妩媚 泼辣中又充满柔情 我说婚吧 你怎么老改不了 你那花眼小姐臭德行啊 我告诉你啊 我孩子他妈了 我吃你这一套 天宝 我跟你说啊 这女人就是女人 嘴上说不喜欢 可心里 没有一个不喜欢听甜言蜜语的 既然你这么懂女人 那你结婚了没有啊 哎呦 当年我是被你伤了心了 这辈子 我是不想被其他女人再伤心了 告诉你 天宝 你再胡说八道我走了啊 我怎么是胡说呢 当年是你为了要嫁给一个城里人 果断地把我抛弃了 我当年是多伤心哪 整天以泪洗面哪 张眼间一下子弄了十年了 真没想到还能再见到你啊 说真的 过得还好吗 好 我孩子呀都已经上个小学一年级了 现在都能拿英语跟人交流了 呦 我给他取个名 就叫哈福 我希望他以后能考哈福 小明叫哈哈 哈哈 哎 那个 你老公呢 混得怎么样 还行还行 我听说他腿脚不谈利索 不碍事不碍事挺好的不碍事 那做哪个行呢呀 搞金融搞金融的 那是投资家呀 找他种点资呗 行是行他就太忙了 他老出事还都不着家 你看这架子摆的 我们老朋友了还不给帮忙啊 不是你看你 这保洁阿姨怎么还不来啊 哎呦 你看这时间也不早了 我还得回家做饭呢 这大冲碰我带孩子我走了 哎 干嘛呀 文宝 能见到你真好 咱们下次找时间再拒绝 行行行没问题 不行 你 你要干嘛呀 总得留个电话吧 行行行行 那么高兴 看着我 你主人都不要你了 你还这么高兴干嘛 傻得要死 吃饭了 我给你拿东西啊 作证 我给你拿东西啊 我给你拿东西啊 你给我给我弄了 看着我的东西吧 是不是 平石油的三им鲜ko 会像什么这么木头呢 我应该来 这一轮就是 surveillance 把你呢 做了这么多年邻居 早该来拜访你了 来 这个 不介意吧 是我妈叫你来的吧 今天我来不是为了她 那为什么 是为了夏雨漠 怎么了 怎么提到她的名字 你整个人都蔫了 因为不知道说什么 如果我真的跟夏雨漠相爱了 你会怎么样 我们这邻居还有得做吗 我搬 不过 你真的爱夏雨漠吗 我真的爱她 你就搬 你退出 你成全我们 真是大度啊 孙转 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嘻嘻哈哈的 很好笑吗 是很好笑 我觉得我挺搞笑的 可是看到你之后 我觉得你更好笑 你知道为什么吗 你今天是故意来酸我的吧 这酒改天再喝 酒可以改天再喝 但是 我不能改天再来 如果我想改天再来 今天就不会做的事 葦 孙转 你到底什么意思 你说话奇奇怪怪的 我倒觉得你很奇怪 你知道为什么 那么夏衣末要离开你吗 难道真的是因为我 那不然呢 我知道你真的喜欢夏衣末 阅读风波能顺利解决 应该跟你有关系吧 夏衣末领了你的琴 她用什么方式还你 我没法感受 真刻薄呀 你怎么看我孙准无所谓 但是你不能看清人家夏衣末 我跟她认识时间并不长 但是我相信 她的骄傲 绝对不会允许她为了救什么 阅读公司而伟生于人 她没有那么伟大 她就是有点傻 怎么会喜欢你这种男人 你说够了没有 没有 没够 夏衣末为什么选择跟你分手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金远满 她答应金远满离开你 她们俩才能联手拯救阅读 真是愚蠢的女人 什么 金远满和夏衣末联手 我为什么不知道 你不知道 是因为你没有资格知道 再说 你知道又有什么用的 那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听着呢 在这期间 我不得不和夏衣末做了几天情侣 那是不得不 因为我知道 她喜欢的人是你 我更知道 有一个叫何岸的傻子 她们现在正束手无策 除了默默躲在家里问为什么 其他什么都干不了 所以我今天才来找你 谢谢 喂 作为兄弟 我只能帮你到这儿了 接下来 我就要帮我自己了 你干嘛 你干嘛 你干嘛呀 我告诉你 从现在开始 你休想给我分手 这辈子都休想了 你崩了 没错 我是疯了 我从知道你是愤怒的小鸟 那天开始 我就已经疯了 要帮你自己崩 我是有理智的人 你这愚蠢的理智 真是愚蠢的理智 你居然把我让给别人 我是东西吗 我是你的玩具吗 你以后再敢把我让给别人 你试试看看 我让什么了 我根本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还学会装傻了 厉害 你敢发誓吗 你跟金元满没有什么联手协议 你没有答应过金元满要离开我 你敢发誓吗 我敢发誓 我要是和金元满之间有什么 好 我就 以前莫玉老师跟我说过 文字这东西不能随便写 因为写出来的字往往会灵验的 所以我们要写温暖的东西 我绝不允许我心爱的女人 为了赌气跟我发这种事 请你相信 我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你 我喜欢的人是 孙主 这一生总有一个人 在梦里种下一个吻 我现在也十二世 咱们 送溫 我 你 我是 不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姐 你回来了 我这经常看你坐在这儿是发呆 你是有什么心事啊 姐听说了 你们那个阅读的编辑 有几个又回去了 你看你这又成光杆司令了 要不姐给你当编辑怎么样 姐 你又回来了 女人真好 好什么好啊 你姐我还没读过什么书 也没什么文化 我要但凡读一点书 也不会像现在这样 我跟你讲啊 你姐我上学的时候成绩可好 我读书读得挺好的 我还 我跟你讲 我原来总有同学写作业 找网子 脑超我 你说呀 我特爱听你说以前的事 说什么说也不说了 都过去的事了 说多了想多了 人老得快 颖默 那个 你看你出版过那么多书 你还看了那么多书 你看不看过那种书 那种 那种 就是那种 就是你的那个初恋 就很单纯的那种恋情 然后她走了 然后忽然有一天好几天 又又又出了 又出现了那种 我就 是有本这样的书 叫原来你还在这儿 讲的是初恋情人 多年之后又相遇的事 姐你怎么想起 看这种小说啊 你初恋情人回来了 不是 你瞎说 什么初恋情人 多难听 你别瞎想 我告诉你 那个时间不早了 你自己做个那个 有属性的拍片了啊 那个 早有事我回去了啊 那你妈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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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回来了 香不香 还有一道菜 等一下啊 约马 你怎么到我家来的 你怎么进到我家门啊 阿姨把钥匙给了我了 我妈把钥匙给你 阿姨说你最近特别忙 特别累 没有人在身边照顾你 所以啊 叫我以后没事 多来照顾你 对了 我刚刚把你的房间收拾了一下 我还给你做了一些菜 这些菜要是吃不完的话 可以放冰箱里 能吃好几天呢 谁让你这么做的 阿姨啊 她说你从来不会照顾自己 以前我还不相信 现在啊 我还真信了呢 这到处都是水果蔬菜 你一个人干吗买那么多东西啊 冰箱里你全都是盒饭 平时没事你就吃这个 我那些盒饭呢 还有我原本放在这里的蔬菜 怎么少了这么多啊 我扔了 阿姨说蔬菜水果要新鲜 我看这些都放在这里好几天了 我觉得没营养 那些蔬菜还没有坏 还可以吃的 你这么扔了多浪费啊 对不起啊 你在找什么 我的娃娃呢 什么娃娃 就之前一直放在这里的那个娃娃 哦 你说那个长得很难看的玩具啊 我扔了 你扔了 你凭什么扔我的东西啊 阿姨说 能用的东西都可以扔了 以后这里就由我来收拾 阿姨还说 阿姨阿姨 什么都是阿姨 你到底是她什么人 她又是你什么人 你带我这里来 有没有经过我的允许 你把我那个娃娃扔到哪里去了 我没拉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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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什么 有什么好哭的 我以为你是打不垮的人 这是让我失吗 阿姨 我真的好伤心 伤心要是有用的话 我这颗心早就碎了 可是我再也去不了了 和爱说 他不想让我被你摆布 他还为了下一幕 给他送的一个娃娃 就跟我大声嚷嚷 我还怎么去啊 你不去又怎么当我的儿媳妇 赶紧 把眼泪给我擦干净了 我可不希望你 一会儿出现在我的儿子面前 是一个卑卑气气的小媳妇 是一个卑会出来的 你真是为这么个破娃娃大发雷霆 我没想到你还那么幼稚 妈 你不觉得你这样很过分吗 我只是来提醒你兑现你的诺言 妈 难道咱们母子之间就只有这个可以谈吗 我是你的儿子还是你操纵的玩具 我是个人 你能不能在乎一下我的感受啊 从你在我肚子里那天开始 但是你的一切就是我的 你的血是我的你的肉是我的 你也许忘记了 你忘记了在你十六岁的时候 你隔着窗户拉着我的手 你向我发誓 你说你要把你的一切交给我 交给我这个带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 对 是你把我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的 可是妈 在你心里 但凡还对我有一丝一毫的爱的话 你不会忍心看着我痛苦对不对 难道非要有绝对的控制 你才会有安全感吗 阿姨 咱们走吧 别闭合老师 别买了 你先回去吧 我倒是想要看看 我这个儿子 是怎么履行他小时候的诺言的 从十三岁开始我跟你一样 我恨我爸 我恨我爸抛弃我们 可我现在非常理解我爸 难怪他在外面有别的女人 你 你给我闭嘴 你竟敢这么跟我说话 都是我以前 太纵容你了 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金元满 是我心里认定的儿媳妇 这房子是我的 我愿意把钥匙给谁就给谁 对 这房子是你的 你愿意把钥匙给谁就给谁 可这腿是我的 我愿意去哪里就去哪里 我愿意去哪里 你要干什么 我愿意去哪里 离开你的园子 可恩 我一走了 你就再也别回来 小岸 在柠檬 sometime 原满 你怎么来了 怎么哭了 发生什么事了吗 我也不知道我应该去哪 不知道我应该去哪 不知不觉 我就走在这儿了 那到底出什么事了 我帮她收拾屋子 给她做饭 为了让她妈妈喜欢我 我百依百顺 春智 我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好 还是我这个人 天生就没有人喜欢 不管我再怎么努力 都感动不了她 现在她走了 走得远远的 我都不知道去哪找她 不要再说了 我不想再听到你说这种傻话 难道以前你不是试图 用这种方法来感动我哥吗 但结果怎么样 一个人如果不爱你 就算你做得再多 他也不会感动你 你哥是你哥 他是他 你怎么就知道 他不会喜欢我呢 因为我太了解你了 我请你冷静地 好好地想一想好吗 难道你被伤得还不够吗 不够 那我现在就带你去找他 放开我 你不是要去找他吗 我带你去找他啊 就算把整个城市放开遍 我也帮你找到他 好不好 我知道 我在你们心里 我就是个神经病 约满 怎么样了 眼仰没有身高 还蛮好的 真的 太好了 孙医生 你真是太仁义了 你说我这么点毛病吧 你还上门来给我看 姨沫 别忘了给孙医生出诊费啊 你把我当上门的医生了 我不收钱的 说给钱啊 我还得给您钱呢 我正在写一篇论文 是关于青光眼的 您能让我跟踪治疗 我已经很感谢您了 二姐 二姐 圆美 一个大姑娘家 一惊一乍的 你没看见有客人呢 怎么了 不是 二姐 你看 阿姨 何安 您躺个大箱子 这是去哪儿啊 你要干吗 我想住到你们家 什么 你和我什么关系啊 你凭什么住到我家来 我看你真是病得不轻 孙准 正好你也在 赶快给她看看病 姨沫 怎么说话呢 再怎么说她也是你的领导啊 她算我哪门子领导啊 我都已经不再阅读了 走 出来 何安 你到底想怎么样啊 我刚刚已经说过了 我想住到你们家来 我很好欺负是不是 我跟你说过的话 都不管用是不是 我们已经结束了结束了 如果你不收留我 我就无家可归了 那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跟你说过 我让你走 你离开了 我行不行 我求你不要再来打搅我的家人了 乙沫 你告诉我何安出什么事了 没什么事 她拎个箱子 刚刚在门口看见她 吓死我了 还以为是追债的呢 闭嘴 乙沫 到底怎么了嘛 妈 你就别问了 她疯了才想要住咱们家 那你不能赶人家走啊 你少说两句吧 要不我先回去吧 我送送你 不用 阿姨肯定有一肚子话想问你的 我先告辞了 阿姨再见 行 不送你啊 不好意思啊 二姐 这孙医生是谁啊 别人能来一下你 别说了 别说了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走 何主编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知不知道原本在找你 我告诉你啊 千万不要告诉他我在这儿 你是来找姨墨的吧 何主编 我能不能问你个问题 问吧 你 你是不是喜欢姨墨 不知道 怎么连这个都不能确定呢 如果喜欢仅仅是一种感觉的话 那我很确定 可是你知道吗 这有时候啊 喜欢这两个字啊 就那么难说出口 有时候我真的只是想看见她 想让她快乐 为她做很多很多事情 我真的能够做到吗 问题是真的能够做好 如果能够让她开心的话 我可以把我的一切都给她 可是当我把一切都给她的时候 她就真的会快乐吗 不好意思啊 我说了这么多 没事 我觉得 你说得特别好 我啊 现在是有家不能回 我妈现在跟圆满结成联合体 那 你这个算是离家出走 准备住今饭晚 结果我被夏姨墨赶出来了 我妈跟圆满联合 圆满又跟乙墨联合 乙墨答应圆满要跟我分开 你说这都什么事啊 好了 不说了 先走了 你去哪儿 我现在都已经无家可归了 只能找个酒店先住着 走了 好 何主编 要不 你住我那儿吧 灯还亮着 这边 来 往那边 那边 这边 这边 孙志 回来了 婶儿 那个 你今天 这么晚下班啊 我今天有事耽误了 吃饭了没有啊 我给你下点面吧 吃了吃了吃了 吃了 您 您去忙吧 好嘞 哎 坐了坐了坐了 坐了坐了 坐了坐了 别人呢 别进去 不好意思啊 打扰了 没事儿 放心吧 要是明天被发现了 会不会让你悲难 放心吧 没事儿了 他们家人啊 都是刀子嘴豆腐心 春天大婶人特别好说话 如果有她给你撑腰的话 姨墨也不敢说什么 姨墨特别孝顺 所以你在这里住下 就必须先要搞定春天大事儿 好 我尽力 今天晚上 我打个地铺就行了 那怎么好意思呢 你睡床 不行 怎么可能 我睡地铺 你睡床 哎呀 别跟我闹了 你睡床 我睡椅子 让客人睡床 是我的待客之道 哎 你看 这椅子啊 看起来像椅子 其实是一张床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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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真心希望 你以后不要再来我家 对不起 我对你从来没有其他想法 我想 我和你之间 是不可能 我没想到你是这种人 我对你好失望 我们已经结束了结束了 你懂是什么意思吗 我喜欢的人是孙权 夏野梦为什么选择跟你分手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她答应金元满离开你 他们俩才能联手拯救月娱 真是愚蠢的女人 我从知道你是愤怒的小鸟 那天开始我就已经疯了 你居然把我让给别人 我是东西吗 我是你的玩具吗 既然你已经答应了离开河岸 那河岸就是我了 你别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别做那些夏季的事情 让我瞧得清 我帮她收拾鸟子 给她做不了 为了让她妈妈喜欢我 我摆衣摆水 我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合 还是我这个人天生就没有人喜欢 不管我再怎么努力都感动不了她 一千万一 我需要双方选 我可以怎样 私人 咱能让你欣欣我 不在书兆 我 我 男人 女人 紫 咱 我 有 有 我们 感谢观看